大家好,这里是穷奢基于,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21年公布了最新的中国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显示截至2020年,中国总人口为14亿1178万人 中国依旧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广大的人口红利成为中国最强大的经济力气 但外界也注意到,这个力气如今正在断化 最主要就是中国人口的增长率在这几年出现明显下滑的迹象 另外一方面,老年人口却是越来越多 高龄化社会的进展呈现加快的叙事 这也让人好奇,中国在出生率下降 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影响下,是否会陷入未复先老的窘境 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又会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带来哪些影响 中国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 最新一次是于2020年14的第7次人口普查 相比2010年的上一次普查结果 10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7206万人 10年间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 相比2000年至2010年,增长率下降了0.04个百分点 出现人口趋缓的状况 中国当局先前设定2020年前,人口将来到14.2亿 低于原先目标,5.38%的增长率更是建国以来的最低增速 另外借注意的是,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为18.7% 这10年来的比重相较于上次调查,增加了5.44个百分点 65岁以上百分之13.5%,比重也增加了4.63个百分点 面对这个现象,让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林吉泽直言 高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的基本国情 劳动年龄人口则逐年缓慢减少 简单来说,中国人口走向了出生率下降 人口高龄化的趋势,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死了 在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当政时,他曾说过 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就是很大的问题 多么大的经济总量,只要除以13亿就会变成很小的数目 按时说,中国的人太多,所以很多事情都不好办 但到了现在,中国的人口难关已经不是量的问题 而是人口老化的问题 不过,人口老化问题失控虽然可怕 但更可怕的是所谓的未富先老 外界认为,中国似乎正踏上这个泥沼 未富先老是怎么回事呢? 简单来说,出现老龄化的状况 大多是那些经济发展已经有一定水平的已开发国家 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出生率和死亡率逐步走低 但中国经济水平还没有成长到已开发国家水平 其人口老化的程度和速度 却已经达到已开发国家的水准 甚至远远赢过 有学者比喻,经济就像飞机 人口如同燃料 经济正在往上飞时 燃料却越来越少 这让飞机还达不到高峰就走了下坡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采访指出,中国人口的问题不是数量问题 而是人口的结构 主要表现在未富先老和劳动力短缺两个方面 采访更悲观地说 2021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 从统计意义上来说 其实已经接近零增长了 如果去年不叫零增长 2022年也完全有可能达到中国人口的峰值 与此同时 GDP的增长减慢了 由于人口增长率的下降 导致消费总量增速在今年来也出现下降 而且下降得很快 把其他国家的状况拿出来看就很明显了 联合国2009年估计 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 将在25年内来到25% 但欧洲要60年内才会老化到同样的程度 被视为移民国家的美国 更是要将近100年才会达到这个程度 而且世界上的已开发国家 其高龄人口在过去10年增加2.1% 但还没有成为已开发国家的中国 却在同期增加了3.2% 老化程度更加凶猛 分析发现 中国和日本人口老化结构与时辰非常相似 翻开数据来看 日本1970年进入高龄化社会 1985年65岁以上占总人口的10.3% 中国201年进入高龄化社会 2015年65岁以上占总人口10.47% 所以推论出中国2045年时 65岁以上占总人口将会达到26% 现在中国的老化程度 大约是日本的1990年时期 可是中国现在的人均国民收入 却连日本1960年代的水平都达不到 可以看出未复先老的问题 对中国现实压力相当大 早在1982年 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发布后 就有学者提出未复先老的问题 当时正是中国推出一台化政策后不久 学者预测 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将迅速下降 人口老龄化趋势也会加速 必须对这种现象做好各种准备 经济学人智库预测 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左右达到高峰 中国社科院认为 中国人口2029年后就会出现负成长 中国国家人口发展规划 则预测2031年才开始负成长 世界银行则认为 中国2029年人口会出现负增长 无论是哪种预测 都认为中国最快在10年内 就会出现人口减少状况 经济学人认为 虽然和其他国家一样 随着经济改善 中国生育率自然会出现下降 可是一胎化政策却让生育率跌到谷底 2016年中国政府开放二胎 2021年更进一步开放三胎政策 可是这个松绑的决定为时已晚 根据调查 中国民众对这个决定大多持负面态度 绝大多数人完全不考虑生三个小孩 甚至连一个都不想生 吊诡的是 中国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 2020年新出生人口的准确数据 仅由邻记者口头说出1200万这个数字 但1200万名新生儿已是中国60年来新低 连1987年高峰时的一半都不到 学者认为 中国现在经济成长出现趋缓 和1990年代开始的出生人口趋缓 有着密切相关 现在的中国和已开发国家一样 面临到多数女性不愿意生育的状况 这个可能会成为经济上的一大变数 未富先老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 曾就此接受香港媒体专访 他表示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项因素 是拉动GDP增长的三架马车 可是高龄化的加速将会让社保和医疗开销增加 劳动力的快速减少将会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减少 这状况代表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将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 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 储蓄率的下降将降低消费能力 因此中国今后的消费率将持续低迷 而劳动力减少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 共同降低投资率 另外中国现在的世界工厂地位也可能不保 由于人口减少 许多产业将后继无人 将大大降低中国出口能力 而中国的经济高度依赖房地产 随着买房人口快速减少 房地产泡沫可能爆发 甚至进一步引发金融危机 可以看出刚刚提到的GDP三架马车 都面临熄火危机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也曾在2010年代 就对中国能否过度为富鲜脑的难关 进行了分析研究 指出有约四分之三的中国劳工 没有任何退休保障 等于现在的中国劳工在实际上 需要同时为以前退休的人和自己 缴纳双重养老金 负担非常沉重 道高认为 中国是否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发展 很大程度上是要看能不能在制度上 及早应对人口老化的课题 特别是建立健全的退休保险制度 若中国能有效应对 那么中国将变得充满活力 高投资和高附加价值的国家 全世界都将从中收益 但在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中 可发现这个问题尚未获得有效结果 更多的老人将由更少的劳动年龄人口来抚养 林吉泽也使用低龄老人 带子60至69岁的老人 以及老年人口质量等官方新词汇 似乎在为准备提高退休年龄 减缓劳动力减少的压力暴露 而这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 在应对高龄化危机的防止之一 可是若实施的话 老人也会担心退休没保障 年轻人更担心工作竞争变剧烈 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容易 中国面临未复先老的危机 或许从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4月的工作论文 就可以看出几破性 文章认为 中国要认清人口形势已经改变 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 然而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 以前人口红利越多 事后需要偿还的负担越重 而老龄化与储蓄的关系虽然并不确定 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储蓄会随着少而扶养比的上升而下降 文章中提出四项因应对策 全面开放和大力鼓励生育 重视储蓄和投资 推进养老改革 促进教育和科技进步 但外界认为 虽然点出问题 但能否切实执行才是关键 好了 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来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